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下难事 必做于义 天下大事 必做于细 人欲成大事 必先从小事做起 生活中有些小事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若能长期坚持下去 却足以让我们受益一生 第一是 说话过脑 思考三秒 在生活中与人交谈 说话不过脑的人 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得罪人 诚意是口舌之快 往往是损人不利己 德摩克利特曾说 别让你的舌头 抢先于你的思考 说话前先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先暂停几秒 再开口说话 让你说的话更有分量 聪明如大文学家钱中书年少时 也曾因心直口快 得罪不少人 那时他刚从清华毕业 教授们欣赏他的才华 便好心出面 挽留他 继续留在研究生学院读书 可他不但不领情 还直接不留情面地拒绝道 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 够资格当前某人的导师 让这些教授们下不来台 最后不欢而散 后来钱中书回忆往事反省道 当年太狂妄刻薄 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 一旦开口 无法撤回 所以说话之前 一定要给自己一点思索时间 想想这些话该不该说 一年学说话 一生学闭嘴 管好自己的嘴 说话得体 不仅能给别人留一个好印象 还能有一个好人缘 孔子曰 君子遇纳于言 而敏于行 谨言慎行 事实沉默后 开口才能置地有声 第二是 适时放空自己 才是最好的休息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经常为了工作 透支身体 忙碌奔波 从而感到身心俱疲 生活越过越糟心 一直奔跑的人 总是会累的 要想跑得更远 你需要懂得自我修整 著名散文大家林清玄 在写文章的时候 每当感到疲惫时 就会停下笔 看看窗前的绿植 什么也不想 任思绪飞翔 放空自己的大脑 短暂地休息之后 文思如泉涌 思路更清晰 放空自己的方式 有很多种 比如碎片化时间发呆 就是让紧绷的神经 松弛下来的好方法 有科学研究表明 人在发呆的时候 人脑一时活动减弱 处于一种清醒 而放松的状态 是很好的精神调剂手段 此外 发呆还可以改变急躁 争强好胜的性情 减少生活的压迫感 人一天中 至少要放空自己一次 让大脑有片刻的喘息机会 劳逸结合 会让你的生活更舒心 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让生活慢一点 不必急于求成 有时欲速则不达 第三是下厨做饭 修身养性 世间万物 唯有美食与爱 不可辜负 古人常说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下厨做饭 感受人间烟火气息 品生活滋味 一处多多 起菜 配菜 切菜 处理一件件小事 从忙碌 到有条不紊 这本身也是一种 修身养性 下厨做饭 还是解压良方 切菜时 可以发泄自己的 不良情绪 厨房 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 享受一个人的安宁 忧伤的时候 到厨房去 一书里 有这样一段描写 他往返于母亲的房间和厨房 乐此不疲 在搅拌蛋清与淀粉时 在听到烤炉 叮的一声时 他体会了一周 从未有过的快感和解脱 从未与自己的心如此贴近 似乎只有这一刻 世界是永恒的 是属于自己的 做饭可以让你身心放松 尤其是疲惫时 享受着自己的食物 便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 当一堆毫不相关的食材 变成美食 随手拍一张 精致有食欲的照片 和家人或朋友 一起共享美味 便可拥有简单的幸福 满满的成就感 做饭也是生存技能 会做饭的人 走到哪里都不会饿肚子 喜欢做饭的人 也会热爱生活 一日有三餐 有诊可安眠 此生足矣 第四是定期购物 不浪费每一分辛苦钱 有人说 越会花钱的人 越有钱 越不会花钱的人 越没钱 一个人是否有钱 和他的花钱方式 也有很大的关系 改变一个消费习惯 可以省下很多钱 那就是不囤积购物 定量购买所需即可 人最大的勤俭 就是不浪费 赚钱是为了消费的 而不是用来浪费的 有人想省钱 趁着打折疯狂抢购 结果买来的东西 没有用完就过期了 最后不仅买来的太多 自己要扔掉 还占用时间空间 增加不必要的烦恼 老话说 贪小便宜吃大亏便是如此 当然 定量购物 并不是说有钱不花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 去买适合自己的物品 把钱用在对的地方 才能买来你想要的开心 否则 买来一堆无用的杂物 那才是最大的浪费 我们深知赚钱的不易 更应珍惜每一分钱的花销 把钱都用在对的地方 养成定量购物的好习惯 第五是经常运动 拥有健康体质 曾经看过一个公益广告片 生命最后十年 虽然是短短的几分钟 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年老之后 有的人活得自由自在 有的人却在病床上苦苦挣扎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 日常有没有坚持运动 有研究表明 普通人通过运动锻炼身体 可降低28%的死亡风险 由此可知 生命的长度和运动息息相关 俗话说 饭后百步走 活到99 这句话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走路能够增强肌肉力量 强健腿足 筋骨 并能使关节灵活 促使人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如果一周步行7小时以上 可降低20%的乳腺癌罹患率 从现在开始坚持运动吧 当你开始动起来时 你就会发现 自己的精神状态会变得越来越好 身上的肌肉取代了肥肉 每天不再疲惫 而是容光焕发 充满活力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兼职运动 会让你看起来 比同龄人更年轻 更快乐 每天运动起来 拥有一个好身体 才能看到更远的风景 第六是 开卷有益 让知识持续输入 《省水烟谈录》文日乌中记载 宋太宗在忙于政务之际 也会给自己规定 每天要看《太平预览》三卷 如果当天被其他事情耽搁 没有完成读书任务 便抽空补上 他说 开卷有益 朕不以为老也 只要翻开书阅读 就会有所收获 古人诚不欺我 董卿在业余时间看书 读诗词 所以才能对各种诗词经典名言 信手拈来 成为了大家公认的 富有诗书 气自华的优秀女性 著名主持人康辉 更是觉得读书最快乐的地方 就是枕边册上 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 随意翻阅两页书 每次都能从书中 获得些许收获 这就是开卷有益 每天从书本中 汲取一点知识 长此以往 读过的书都换化成血液 流入你的内心深处 影响着你的言情举止 书到用时 自然有 或许生活忙碌 你抽不开身去阅读 但是要把读书记在心里 有空的时候翻阅几页 总是有益的 把时间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才是值得过的一生 第七是 解锁新技能 让生活充满新鲜感 一成不变的生活过久了 也会觉得些许乏味 偶尔也要增加一些新鲜的血液 丰富生活 也充实自我 解锁一项新技能 不需要很难 却可以让你更有趣 曾在网上 看到过一位知乎网友 分享过自己的真实经历 他说自己曾经是个工作狂 每天上班下班地重复 让他感到生活索然无味 还一度有些抑郁倾向 直到他开始学习弹古针后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和之前都大不相同 每天下班后 不是宅在家里刷剧 打游戏 而是赶着去上课 研究他的古针 完全沉迷于音乐的世界 生活都有了节奏感 周末午后 煮一壶茶 焚一炷香 弹一首曲 生活悠然自得 热爱生活 便是用心生活 不断解锁新技能 就像打开生活的 一个个盲盒 拆开就有惊喜 比如学一学游泳 当夏天来的时候 你可以畅游一番 学着唱好一首歌 发觉你潜在的歌唱能力 用音乐松弛生活 亦或是练习瑜伽 塑造身形 学自己喜欢的 做自己想做的 当你不断解锁 生活小技能的时候 你的生命 也在不断丰富 让生活 永远充满新鲜感 不碌碌无为 不机械地重复 人生是黑白 还是多彩 取决于你如何着色 丰富的一生 需要你不断 去填充新的事物 真正改变 一个人的生活的 有时往往不是 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是生活中的小事 培养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注重生活中的细节 把日子过得细一些 认认真真的过好每一天 生活才能越过越顺心 才不辜负此生来人世走一遭 生活是自己的 请好好过 好了 今天的文字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你在文末 为我们点个赞看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各位晚安 好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